正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 老一辈的香港商人 对风水远学极度沉迷 令到香港涌现了大批风水大师 这批风水大师 他们收入丰厚 同时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不过因为风水行业的利润庞大 不少江湖骗子就趁机浑水摸鱼 被称为世纪最强远泛黄之星的陈振聪 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他凭借着吃拖鞋饭的强大功力 令到自己的衣食无忧 享受荣华富贵 风山水起 陈振聪 作为香港底女富豪龚如森的御用风水师 多年以来 单单是以看风水的收入 就已经狂烂32亿港元 在龚如森过世之后 他更加在法庭上 描述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往事 更不惜要求妻子控诉自己偷情 以证明自己和龚如森的情人关系 更加妄想参与对方800亿身家 以及整个集团 龚如森转奇一身是怎样的呢 他和陈振聪之间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过去呢 大家一起跟着吴Sir来了解一下 大家好 欢迎来到Z档案 我是宠案调查员吴Sir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案件就是 世纪最强软泛王狂吞30亿 陈振聪网图侵吞华贸集团 案件中的女主角叫龚如森 1937年出生于上海 沿直至江温州市 龚如森出生航眉 他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龚如森曾经先后就读于 上海市南洋师范中学和上海中学 之后他的后母送他来到香港 就读马里诺修院学校 而他去到中午的时候就已经绝学了 当时的他知识水平并不高 但是幸运的是 他爸爸龚韵龙有一个好兄弟叫王庭音 王庭音的家境恩述 他的祖辈都是经商的 虽然他们两家人经济条件相差甚远 但是龚如森的爸爸龚韵龙 是上海英姿游七厂的职员 而王庭音就是七友代理 所以两家人在上海是世交 龚如森和王庭音的儿子王德辉 两个人自小就已经是青梅竹马 暗结同心的了 1945年 王庭音一家来到香港发展 创办了华贸集团 经营票验和西约进口的业务 但是当时龚如森和王德辉就因此分隔两地 在1949年 龚如森的爸爸因为沉船意外而离世 直到1955年 王德辉向龚如森提出 希望对方搬到自己家里居住 所以后来龚如森就去到香港投靠王德辉了 后来龚如森在一间会计司会里面 找到了一份私人秘书的工作 不过因为他的英文不好经常串彩英文字而租到责骂 辞职之后龚如森无所事事 所以王德辉就劝他去华贸那里做 还特别批准他带宠物狗上班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想和龚如森交易相对 1955年9月29日 在龚如森18岁生日当日 21岁的王德辉 不理会父母的反对向龚如森求婚 最终他们两个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当时龚如森的教育程度不高 但他十分之好胜 来到香港结婚之后的他 一直都努力提升自己 特别是在英文和商业上面 都有明显的进步 龚如森曾经分享过自己早年的学习经验 他说他平时会在书房放满几部电视 一起开着他 他会看不同的财经新闻 同时又会看书、看报纸和报告 他所有的知识都是自己学习的 在上世纪60年代 他们夫妻二人创立了华贸置业 将集团的业务从西约领域延伸到石油、农产品 后来又投资到新兴的房地产行业 他们两个人一手将华贸变成一手商业巨栏 踏入70、80年代 香港经济起飞 房地产的价格上升 华贸集团的规模直至不断扩充 成为香港其中一家大型的地产集团 龚如森从1970年开始 在华贸成为丈夫的左右手 在短短十年之间 华贸参与了700多个地产开发项目 也成为当时香港最大的私营房地产之一 而华贸集团标志的楼宇几乎随处可见 但是正所谓 越有钱的人就会越沽河 用在龚如森两夫妻身上就最合适不过了 创业初期的他们十分接见 就算后来成为了亿万富豪 都仍然不改接见的本息 据说当时龚如森每个月的支出只有3000元 每天都是吃公司的饭盒 吃不小就打包回家 就连看报纸都不舍得花钱去买 而是坐在餐厅门口 拿人家看过不要的旧报纸 除了对自己孤寒之外 他们夫妻二人 对其他人都是一样省得就省 据问在龚如森家做了14年的工人 是没收过一次利是 亦都没加过一次薪金 在中秋节的时候 他们两夫妻就把一个月饼切成16块 分给员工一人一块 大家试下没就当作过了节了 在生活上都这么省下的两夫妻 自然就不需要请保镖保护自己了 他们去到哪里都是两个人 也是因为这样 龚如森的人生故事开始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了 19830的4月 黄德辉和龚如森在上班的路上 他们的车被绑匪前后包抄挡住去路 两名匪徒用武器支住黄德辉的头 将他劫持上车之后 留下龚如森就绝尘而去了 及后绑匪要求龚如森将7500万港元 汇到一个指定户口 爱夫心切的龚如森 马上就按照绑匪的指示汇钱 最后也都报警求助 这次入绑架案总算是有惊无险 黄德辉后来也都平安归来 绑匪也都陆续落网 至于负金就追回八成 居民回到家的黄德辉 做远工如森 叫他以后不要花那么多钱了 他们两夫妻经一事长一致 经过这次劫难之后 夫妻二人决定请几个保镖 在身边保护自己 他们也都继续携手发展华贸集团 而集团的业务也都如日中天 财富就变得更加庞大了 几年的时间过去 一切都风平浪静 黄德辉就觉得已经天下太平了 于是他陆续遣散身边的保镖 他保护自己的方法 就只是在鞋底的位置 安装了一个追踪器 但是殊不知 立心不良的人 一早就已经在读瞄准了他 时间来到1990年 当时在泡马地马会 打完壁球回家的路上 56岁的黄德辉再次抓到绑架 这一次的匪徒 竟然是上次征办绑架案的警员之一 当时已经退休的警长钟维正 从警员变匪徒 真是可以说万千世界无奇不有 钟维正发现 当年的歹徒手法高明 但只不过又在几处重要环节上失守 所以才会最终被捕 所以他认为 如果由他出马的话 就可以彌補当年的疏忽之处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计划 一定能够得手的 经过几年的部署 钟维正在同样的地点行动 行动成功之后 更加私自开大口 向龚如森索出十亿美元 第一期的赎金就是六千万美元 龚如森再次交了巨页的赎金 希望丈夫可以再次平安归来 但是这件事就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 最终大部分的匪徒被拘捕 黄德辉部车被找回 但是据匪徒公称 黄德辉被香港软润如船 再到去公海之后被推到海 从此毫无音信 仿佛人间蒸发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 黄德辉已经撞身大海 但是龚如森就不是这么想 他认为黄德辉的遗体 一日都未被打牢到 他都有生还的可能 而且黄德辉擅长游泳 说不定可能会流落到某个荒岛上面 接着下来的时间 他才去到北京、上海、台湾多地寻找 但是最终当然毫无结果 未知苦处不信神佛 或者龚如森对丈夫的思念太强烈了 一时之间 他无法接受丈夫已经离世的事实 龚如森开始寂寞在玄学风水上 而案件中的男主角陈振聪 就在这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出现了 陈振聪1959年出生 被龚如森逝22岁 陈振聪童年的时期 和家人一直住在西环的旧楼 他的爸爸陈宇南是一名教师 曾经在旺角圣工会诛圣中学任教 后来因为中风而喪失了工作能力 陈振聪18岁中学毕业之后 做过调酒师、售课员、侍应等等的工作 而这些工作都只是可以占据到微薄的薪酬 一直处于底层的生活 令陈振聪习惯了看面色做人 所以他特别懂得观人于眉 虽然陈振聪想飞黄藤大的心一直都没有变过 但是可惜他就是欠缺做生意的头脑 他试过做电子零件的生意 不过以失败告终 于是他渐渐走上歪路 27岁那年 陈振聪冒充医生 夸大他的收入 成功申请到4张信用卡 一共债变了9.26万港元 其后他在西区裁判处承认10项的罪名 罚款港币2万元并且来到案底 1989年 陈振聪去到北京旅游 有缘认识旅渡谭妙青 后来两个人开始交往 第二年 他搬到谭妙青位于南田的公屋同居 感情发展迅速 也在这个时期 陈振聪无意之中发现了一本 爸爸遗留下来的古书《风水天途报告》 经过他的深入传言之后 学有所成 于是陈振聪决定 在尖沙坠开始振业兴龙堂 教授风水命令 每个月收取学员250元的会费 他介绍他自己是最年轻的太平纣史 在这个时候 也摇身一变 自悉成为风水大师 开始了他支援撞骗的旅程 凭着他一副三寸不难之舍 陈振聪漸漸攀上了香港的名流 他透过时任立法会议员梁錦浩的介绍之下 认识到龚如森 1992年 黄德辉已经失踪了两年了 但是龚如森 仍然认为丈夫上罪人间 并且积极感到处寻找 当陈振聪为龚如森看风水和命令的时候 他不会像其他风水大师一样 对着龚如森言之作作 悍悍而谈 而是沉思了一阵 表示自己要摆设神坛 发神功 才可以刷得出准确的结果 陈振聪知道 龚如森比其他人更加精明 所以他在家里 进有关绑架黄德辉一案 以及龚如森两夫妻的相关资料 背重如流 最后他想出一套 符合龚如森期望的说法 陈振聪对龚如森说 黄德辉流落在东部的荒岛 而且悔形悔色地加了很多细节 他说 我见到黄先生的耳朵被大鱼咬伤了 这番这样的说话 彻底打动了龚如森内心的深处 他立刻带着陈振聪去到越南尋找 但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搜索 周边的岛屿几乎都找过了 但是始终都没有丈夫的下落 实落过龚如森一筹莫展 但是陈振聪本口胡言乱语 但又竟然每一句 都可以打动到龚如森的内心 就是这样 陈振聪成为龚如森唯一的寄托 对他也延听继从 为了在龚如森身边补教护寒 作为半桶水风水师的陈振聪 招数进出包括核风水月 众生机等等 所谓的众生机 就是为仍然在世的人立务 将少量生物的组织 例如指甲、头发、衣物等等 连同身神八字 麻风水浓月之中 这个意思就是指 被作法之人已云归天国 请上天放过他 作用就是延寿、消灾、招财等等 当年陈振聪的众生机仪式 都普遍神秘 龚如森下令 任何人都不可以观看陈振聪的作法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龚如森身前透过陈振聪 所种低的149个新机风水月 分布在全港华马集团旗下 37度的物业内外 最深的一个就是 鸭利州海湾公贸中心 深度有9米 这些风水月里面 有着各种千奇百趣的东西 例如铜钱、鼓玉、龚如森的相片 带香味的公仔、月饼等等 当中部分的鼓玉更加黑满符咒 除此之外 华马集团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都是按照陈振聪的指示来布局的 甚至龚如森的家 看起身都是大型的风水布局 媒体曾经曝光过 龚如森位于华贸总部的顶楼 由办公室改建而成的住宅 当中的布置相当惊论 客厅是以浅色的梳化 配深色的木质家具 最左边靠窗的位置 就有一张黑色雕花的中式坐卧两用墙椅 亦都是陈振聪经常为龚如森按摩的地方 全屋摆满大堆的公仔 尤其是米奇老鼠居多 跑步机上面 亦都挂着一件黄德辉身前所着的西装外套 据闻龚如森在挂念丈夫的时候 就会用烫斗去烫这件西装的了 但是因为次数太多 已经导致这件西装穿了个大洞了 龚如森的家里面有一个大的木柜 被用作为神坛 柜里面摆放有如来金佛 观音像和一系列的风水物品 还有表情奇迪的公仔 以及各种签文 丈夫不知所中 留下一个庞大的公司 和数不清的财富 但是龚如森竟然步入了一个新的人生旅程 就是增加产了 1997年 黄庭音和申母龚如森 因为黄德辉遗产的问题对保公堂 86岁的黄庭音 拿出一份1968年的遗图告知众人 黄德辉将所有财产都留给自己 而龚如森随后也拿出三份遗图 也都证明黄德辉要将所有财产留给自己 遗图的封面 还有黄德辉写给龚如森的面面情话 One life, one love 这宗用识争夺遗产案 十分之复杂涌场 经历三审 前两次的判词分别长达600业和369业 单单是一审 就已经速速开庭审了172天 成为香港有史以来历史最长的民事诉讼 而审案的过程亦都異常激烈精彩 上方都找到了不职专家 物水专家 老科专家等等 这宗涌场的官司 也都消耗了黄庭音和龚如森的大部分精力 但是一众律师和专家就赚到盘满潑满 当时有人估计 只是一审 控辩商费就已经消耗了超过1.4亿港元 可以说是香港有史以来 使费最多的官司之一 而在庭外 两派人不断猛打舆论战 当时这宗生产案 也都成为全港市民柴鱼饭后的焦点 黄庭音指责龚如森曾经出轨 甚至不惜曝光黄德辉不辱的事实 而龚如森就只用黄庭音用情不尊 吸食非法药物 导致华贸集团损失惨重 而这宗案件的判决 就更加具有戏剧性了 前两次的审判 龚如森都是败诉的 甚至因为偎造遗图的罪名 追到警方的逮捕 最后以高额的保释金保释 但是到了终审 龚如森竟然反败为胜 总而言之 这宗案件错综复杂 有阴谋论 有背景论 坊间的评论五花八门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华贸集团400亿的财产 从此全部归龚如森一人所有 至于陈振聪 在官司开始之前 他曾经对龚如森说 这场官司 开始可能会很难 但最终胜利的一定是你 并且陈振聪 亲自在华贸集团的顶楼 摆了一个巨型的风水阵 为龚如森拘除邪气 但是其实 龚如森追到警方拘捕的时候 陈振聪见到他马上就要失势了 就已经打算着草 直到官司胜诉之后 他才再度现身 取去龚如森的胜利 是属于他的功劳 陈振聪去得到龚如森 这个商界旅强人的青睐 这一点也都可以说明 他真的有点理想 他看风水 可能只是半桶水 但是讲到按摩 这件事 他绝对是专业的了 早在陈振聪和龚如森认识的第二天 他就去到龚如森的家 一边谈风水 一边为龚如森按摩 直以舒缓对方的头痛 龚如森当时对他的按摩非常满意 更加开出一张5.3万港币的支票给他 就当作一小时的按摩费和风水咨询费 后来 每天去龚如森家为他按摩 已经成为了陈振聪固定的工作 从此 平平无奇的陈振聪 逐渐取得龚如森的信任 他们每天十几二十次的通话 也都变成了常态 而肌肤之亲 以阴阳调和的月位按摩 渐渐变得曖昧起来 很快 两个人就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 陈振聪后来自述 没想到龚如森这个年纪 仍然相当有吸引力和活力 而当年的陈振聪只得32岁 龚如森就已经55岁了 最重要的是 当时的陈振聪已经成家立室 而他才刚刚结婚三天 因为经常半夜出诊 陈振聪今的妻子谭妙清起了疑心 但是很快 他收到龚如森一亿港元的改善生活费用之后 决定默许丈夫和龚如森的关系 因为谭妙清信奉的原则就是 不要必要和钱人过不去 于是乎 哄妇婆开心 就变成了两姑婆的共同事业 陈振聪 一方面和龚如森亲密相处 另一方面 同妻子谭妙清 保持着稳定的夫妻关系 及后他们三个子女先后出世 每隔两三年就生一个的频率 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不了解实情的人 一定会以为 他们一家是一个相当美满的富裕家庭 而夸张的是 谭妙清怀第二胎的时候 陈振聪突然叫医生提前发福产 为的就是希望 BB可以和龚如森同一日生日 直指来讨她的欢心 而谭妙清和龚如森 两个人相处竟然十分融洽 他们甚至有不少公开场合影 龚如森的弟弟形容 陈振聪在服侍龚如森的时候 就好像古代博人服侍黄大后一样 事实上龚如森对陈振聪一家都相当大方 几年时间就已经在陈振聪身上花了32亿了 陈振聪服侍父婆工作 为谭妙清以及三个子女换来了 他们想都想不到的富贵生活 住豪宅 铁铛车 甚至后来的私人飞机和游艇 三个子女的出局求学费用 全部都是靠龚如森的钱 陈振聪就像寄生在龚如森身上那样 他们全家人都过顺了体面富贵的生活 甚至陈振聪和妻子宝办的婚宴 都是用龚如森赚助的500万 龚如森晚年的匪民很多 而陈振聪和他的事 其实只是冰山一个 所以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军洞 但是2007年 就在龚如森打完遗产官司之后不够两年 他就因病过身了 这个时候 陈振聪正式从幕后走到幕前了 2007年的4月6号 龚如森的家人宣布 按照龚如森的遗据 他名下200多栋楼宇 以及400多间遍布世界各地的附属公司 总计超过800亿港元的资产 将会全数捐出作为慈善用途 4月7号 一位神秘人发声 首先 他表示自己 先是你一笔800亿遗产的唯一受益人 4月18号 他更加出示了所谓的证据 而这位神秘人 就是陈振聪了 这个时候 他已经准备好 向龚如森的遗产发动总攻击 为了证实他所言非虚 他拿出了和龚如森的合照 也是他第一次放出的真材实料 对于华贸集团来说 陈振聪的出现 简直就是平地一声雷 因为在这件事之前 龚如森身边的亲友好友 一直以为两个人只是朋友 或者最多只是曖昧的关系 从来都没有想过 龚如森会愿意将几百亿的身家拱手相让 这件事在当时牵起了涂天巨浪 但龚如森的财产数目之多 绝对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陈振聪中的一面支持 是没办法令人相信的 于是陈振聪想和龚如森的家属 展开了一场非常持久的官司 在法庭上陈振聪坚称 他和龚如森就是情人的关系 陈振聪甚至拿出两个人的私密光碟 过百张的私密照片当庭播放 当中两个人亲力呼唤 也不乏大赤道的场面等等 除此之外 陈振聪在法庭上 绘形绘色的描述 关于两个人曾经的绝密房事 更加大爆 龚如森其实一直有用尽方法 希望他生一个小朋友 还说龚如森后期的马尾边粉红装扮 都是听他的建议 因为这样做的话 他更加像一个小女孩 有做回复年轻的心态 陈振聪甚至要求妻子谭妙青 在法庭上作证 证明自己出轨 的确是跟龚如森有厌 当时谭妙青力撑自己的丈夫 其实是不懂风水命理的 就是靠着按摩的绝技而征服了龚如森 因而获得32亿 他们的口供可以说 为了钱 真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陈振聪更加在法庭大探 爱一个带自己22岁的人有错吗 相爱是没有年龄界限的 他的言论 只留了媒体和网民的嘲笑 大流陈振聪是香港男人的恥辱 但他为了支付天界的律师费 白色进士人飞机 豪华房车 和四栋豪车变卖 而在官司进行期间 公家曾提出过 给他三分一遗产的和解方案 但贪心自极的陈振聪 当然没有接受 高等法院在2010年的2月 裁令陈振聪真产案败诉 法院判决 陈振聪手上的文件是偽造的 他及后亦都被警方刑事拘捕 并下案起诉 这宗真产案历时四年多 败诉的陈振聪申请上诉许可致中审法院 但最终在2011年的10月 被中审法院拒绝申 陈振聪真产失败后被控告毅造龚如森的围捕 并且于2013年7月4日被裁定 毅造和使用虚假文书罪成入育12年 除此之外 他输了4亿的诉讼费 更加被税局追讨3.4亿的利得税和物业税 法官判案时形容 龚如森是一个伤心 孤单的悲戚人物 而陈振聪是一个聪明的骗子 但是他不但贪心 更加淑然龚如森的整个生意王国 不惜违违对方的名誉 和侮辱两个人之间的情意 寄图独享整个华贸慈善基金 是极尽残忍的 所以最终之可以说 真是贪自得过贫 2021年 陈振聪在狱中行为良好 案例扣减三分一的刑期 刑满获息的陈振聪 再次出现在新闻头条 虽然陈振聪入狱后坚称受冤 但是他表示 对牢狱之灾并无不满 反而获益良多 因为在期间 他收身养性 除了断练出一身肌肉之外 又开始潜心写作 他将自己和龚如森的故事 写成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冲心说》 书中会记录二人填密的细节 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上节的标题更加令人遐想 而现时流传有关于他们之间的事迹 多数都是出自陈振聪的手笔 八年的期间 陈振聪不忘消费龚如森 但是陈振聪和龚如森的种种细节 在以往的法庭之上 在他对记者的汉汉疑谈当中 大家已经听得差不多了 但是这些细节的真假难辨 当中充斥着大量的加炎加醋 而他的妻子谭妙称 在发生这么震撼的事情之后 竟然都没有选择和陈振聪离婚 现时仍然同住 真是要认真说一句 夫妻同心其理断金 正所谓冤枉泥温逸去 陈振聪由一个生意失败的风水师 神秘报复 之后又逐步打回形 这一宗闹剧终于结束了 龚如森信奉婚姻 渴望爱情 丈夫失踪之后 仍然有豪宅万千 但是这一切都是虚无价 而陈振聪为龚如森 提供无微不至的情绪服务 暂时看待她丈夫的位置 令龚如森身心愉悦 尽管这些 只是充满甜言蜜语的南安一梦 又何尝不是一种安慰呢 但是巨大的财富 培养了陈振聪的内心贪男 他软饭眼吃 贪得无厌 最后还竟然想侵吞龚如森的全部财产 还企图侵吞整个华贸慈基金 甚至不惜出卖龚如森的私隐 陈振聪当在法庭上的丑陋面目 简直令人发指 吳sir认为 龚如森和丈夫一生接见 但是最终一个不知所终 一个晚年失控 钱多到这个程度 但是就得不到快乐 或者这些 正正就是真正的悲剧 虽然钱不是万能 但是好像他们这么多钱 就会令人很头恨 大家对这案件有什么想表达 或者想评论的 欢迎在留言区里面 告诉吳sir听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你给个like我 以及订阅 订阅我吳sir的频道 吳sir也新增了会员的制度 希望可以制作更多优质的影片 以及会员优先看 以及专床的片段 希望大家可以热烈支持 愿言吳sir吹吹吹的案件 可以引起你的共鸣 请你动下你的手指 用superfans支持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